每年初二十六 信仲会准备贡品祭拜土地公 也称为作牙 而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号 是土地公生日 师傅也借由陶渊市土地公文化馆 七周年管庆举办作牙趴 安排装点糖霜平安龟饼干 歌仔戏交唱等亲子互动课程 为土地公暖瘦 对于土地公的祭拜和重视 其实是基于我们对土地的尊重 和热爱 所以这个土地公的文化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保持 继续发扬的文化 我们苏嘉明董事长 在七年前有这个眼光 觉得说既然桃园是我们 台湾土地公庙最多的一个县市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文化馆 来张扬我们的土地公文化 所以这就是七年前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 也有苏嘉明董事董事长 能够让我们后来每年每年每年 都有一个文化馆 可以来这边办我们很多的 相关的这个文化活动 土地公文化馆馆活动 市长张善政也亲自出席祈福仪式 并发放平安金 平安礼给予现场的市民朋友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吉祥 官方也邀请桃园市国乐团 大西国小五十队 惊鸿醒师团 桃园社区大学歌仔戏表演 共同为土地公庆神 农历的2月2号就是土地公的圣诞 那么桃园是全台湾 土地公福德市最多的一个县市 代表了我们桃园的乡亲 对土地的尊重和热爱 那么七年前 谢谢我们当年苏嘉明董事长 有这个眼光 在我们这边设立了 我们的土地公文化馆 过去七年 土地公文化馆办了不计其数的 亲子活动 特展也有五六十场 代表了我们桃园 对土地公文化的重视 我们连了两天 在我们土地公文化馆这边 特别为我们土地公文化馆 成立七周年 办土地公的摄影趴 摄影就是替土地公获售的意思 那么虽然现在只剩了半天 可是我还是鼓励我们 所有的桃园乡亲朋友 有空的话 来我们土地公文化馆 走一走体验一下 我们桃园在土地公文化上面的 努力和土地公文化 跟我们的生活关联 土地公文化馆开馆七年以来 已经举办了420市场的 亲子教育活动 以及29档的特展 吸引近百万人吃到访 馆方也邀请大小朋友 一同来感受土地公文化与生活的 关联性 体验土地公文化的魅力 记者东云飞采访报道